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向日葵姐姐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 今天神秘的森林派对开始了 只有厨艺高超的宝宝才能来参加哦 不会厨艺怎么办呢? 没关系,跟着我走,向日葵会教你的 快去找一个小伙伴们,学一学厨艺吧 冲些香蕉,来做飞饼吧 好呀 拖动鼻子,把香蕉冲下来 用小香的鼻子,把香蕉从树上冲下来 做个香蕉飞饼,应该不错哦 先剥掉香蕉皮 把香蕉的外皮脱下来 我们要用香蕉去做飞饼 鳄鱼的牙齿可以把香蕉切片哦 哇,小鳄鱼,你的牙齿好锋利呀 我们准备两个香蕉 大象的鼻子可以敲面囤哦 小象,你的鼻子好厉害呀 看看会发生什么 哇,真酷 真有意思 快把飞饼甩到锅里吧 给飞饼翻个面吧 飞饼是不是马上就要做好了呢 快点放些香蕉片 一定会非常好吃的 多加一点香蕉吧 味道会更美味的 跟着箭头把飞饼包好 把飞饼叠成一个方方的形状 给飞饼涂些果酱吧 你们喜欢什么口味呢 再加些装饰吧 放上一个蓝莓吧 派对就要开始了 我们先做一个准备工作吧 有三个小伙伴呢 所以需要三个盘子 给大家准备一点小零食吧 快来尝尝我做的飞饼吧 好吃吗,妙妙 派对已经开始了 大家快来吃零食吧 小伙伴们互相分享 他们自己准备的食物 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做的飞饼 你们学会了吗 小伙伴们的聚会 你玩得开心吗 今天的聚会就先到这里了 如果想要跟香蕉葵 继续去做好吃的 请关注我们的栏目 可乐姐姐玩游戏 我是香蕉葵 我们下期再见